不管是要触电感还是来个玛丽欧跳 郑文善走活泼路线 面对议员参选人要求通通有求必应 让最强母鸡也超少年 各种比较有趣的姿势 他其实都还蛮放得开的 他除了配合度高之外 外加因为他的高人气 所以让很多的民众都很喜欢看到市长出现 看板跟他合挂在一起 我觉得他是最强的母鸡 一改正式西装 桃园市长郑文燦特地换上牛仔衬衫 里头T恤还是电力四射皮卡丘 陪桃议员拍形象照 连郑文燦都笑称这身打扮 秒回到大学生 桃园市长郑文燦年底任期即将届满 但把桃园民进党提名的小鸡 各种复选构想通通有求必应 不只郑文燦桃园人气夯 副总统赖清德同样在全台湾出现 新北市议员参选李宇翔 新看板正在进行吊挂作业 合体赖副总统赖清德握拳姿势 同框信赖台湾看板 力拼新北市领口夺一席 毕竟新北母鸡人选尚未出现 小鸡靠大咖加持 拉抬选旗 选择与赖清德副总统一起核挂看板 因为赖清德副总统他个人的形象鲜明 而且深受民众的支持 也希望能够透过他的高人气加持 在年底的大选能够顺利脱颖而出 高人气的赖清德就林耀拼 连任的议员张志豪 合体看板也早就在中和上架 从台湾头 基隆一路到了南台湾 都有信赖台湾看板 赖富演了成了扶选母鸡 距离年底选战剩下不到半年 小鸡想在年底拼胜选 不论是副总统赖清德 还是桃源市长郑文灿 高人气备受欢迎 2022选举重中之重 梁大咖成为台面扶选大将 选举成败更是奠定2024位置的 重要政治资本 民进党向来是一个 很讲求战功的政党 对于未来2024 有志于总统的人 今年都是非常重要 不知道之处 其实就是一个测试人气的温度计 那人气很高的话 对于将来更上一层楼 的确是有非常正面的帮助 绿营2024可能总统人选 不只赖清德 郑文灿呼声同样很高 高人气战将如何助攻小鸡 最后谁抢下的胜账多 累积资本的一年 牵动着两人 下一步该怎么走 塞列室严峻强调退魂 台北报道